我們看到事實上昨天 這個是台灣燈會 睽違了23年之後 重新回到台北舉行點燈儀式 那包括很多的大咖重量級人物 都來到了現場 當然有台北市長蔣萬安 蔡英文總統行政院長陳建仁 教務部長王國才都來了 而且是還有一位 觀光局長張錫聰 五個人是同台點燈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到場了 那他們也都有致辭 那媒體拍到的這個影片 直接截到這張照片就是 這幾個人當中 只有蔡英文在看稿 那這個視線很清楚嘛 那裡面提到了新的一年 從中央到地方 部分黨派團結合作 一起回應人民的需求 共同為台灣來努力 那我在這邊我先請教亮哥 對 你說蔡英文又看稿了 其實我說意外我也不太意外 只是感覺起來 是不是有點又變回 原來的蔡英文 感覺小英回魂了 因為在過去兩次的時候 他跟記者QA 不管是這個 在745天之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還有元旦 那時候呢 感覺起來他就是沒稿子嘛 就直接回 那是不是他覺得說 這樣有時候很容易被大作文章 所以他覺得保險起見的話 還是回到原來的他 那為什麼可以回到原來的他 小英是不是回魂了 是不是現在目前看來 整個抗中情勢 突然之間又大好了 所以蔡英文顯得胸有成竹 我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因為剛剛亮哥說 光是這一顆氣球 這顆間諜氣球 好 飛從中國大陸飛到美國的 你就可以講一個小時 的確啊 因為這一顆氣球 你說中國 美國 操作也發作 好 整個氣球效應已經出來了嘛 就是布林肯不去中國 然後麥卡錫會來台灣 而蕭美琴也要回來 所以我不知道這整個聯動的 這個整個局勢看下來 亮哥 蕭美琴回國一定是來 回來講一些美國目前的情勢嘛 那 他不是要安排麥卡錫來台的 前置作業 準備工作 麥卡錫來台 很多單位都可以邀請 就外交部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認為麥卡錫還是會來 因為他當初就講 目前還沒有訪台計畫 可是離四月還很久啊 而且目前的氛圍 要來一定是在四月 因為復活節休會兩個禮拜 那接下來一定要國會休會才能來 再往下就八月中嘛 所以只有這兩個時間嘛 這個現在比較麻煩就是 拜登政府屈服於 國會跟媒體的民粹反中的壓力 因為這個事情是可以 實事求是來談的 美國國防部我覺得是講的真話 說這個對美國並沒有什麼軍情的威脅 那可是 你就知道麥卡錫就一開始就放話 那大概 布林肯跟這個 奧斯汀也不想去得罪麥卡錫 可是你就被 眾議院去主導了這個話題 那所以這個事情就還沒完喔 現在美軍在 朗考的南澳洲那個海域那邊在撈 長骸嘛 長骸撈出來之後 我看還會做文章欸 比如說會不會有展示啊 然後國會議員會不會去看啊 真麻煩啊 那會不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國會議員說 要到各州讓大家看一看之類的 這個就是擺明的要搞明確運動 那 眾議院也會因為這樣提出一些說法 一些法案來對付中國大陸 所以 因為拜登這一次這樣的屈服喔 會有很多後遺症 所以已經有人在講說 事實上本來中國外交部那個措辭都很溫和的喔 就麥卡錫那個 那個布林肯我們會再溝通嘛 那維持 那個布林肯本來也是這樣寫的啊 可是美國國會議員現在已經在講了說這個已經無限 無限期拖延了 他講是有說延後 對推遲 那美國國會議員就已經在那邊扯皮了啦 就說這個就是無限期拖延了啦 如果中國不給個交代啊 那不能讓它逍遙法外啊之類的啦 這種鬥爭的語言就開始了 所以在這種氛圍下 昨天的中國大陸也硬起來啦 對 中國大陸當然聽得也很生氣嘛 他就說這個事情 你們的國防部很清楚嘛 而且不是第一次 這不是第一次嘛 不是新鮮事啦你知道吧 所以比較值得玩味的是 同樣的類似的事件 為什麼反應激烈成這個樣子 對 這個才值得研究嘛 那也許是 布林肯有關那個中美的討論的溝通的過程 也不太順啦 就中方可能也要求你要同意一些什麼 不然我為什麼要給你相對的條件 我坦白講我認為也談得不順啦 所以他只是把這個當作下台階 那就順勢我就不要去了 可是你做出這種結論會有後果的 因為你就是讓眾議院跟媒體得勝嘛 那他們就會繼續往前推啦 所以這件事情你覺得是美方在操作 是誰故意 中國故意還是美國故意 還兩邊都有一些 其實中方也講得很坦白啦 因為毛寧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1月31號的記者會 他就已經表示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事實上中國真的沒有對布林肯發出邀請 這也是事實啊 至少1月31到2月2號都沒有提出邀請 然後到2月3號根本就講白了嘛 就是說沒有這件事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中方在1月17號第一次 就是日本共同社提出這個問題嘛 那引述美國那個媒體那個political 說布林肯要訪問中國啊 那大家有什麼看法 那汪文斌那個時候是說 我們當然樂見他來啊 那我們要溝通一些訪問的細節嘛 那顯然就是訪問的細節沒有談好嘛 對 這個事上就外交來講 大家都理解那個是什麼樣的過程 那可是美國就是不停的上綱啦 說布林肯不只要去中國啊 還要見習近平啊 你是有 這邊吹牛嘛 那吹牛吹帶高了 然後發生這個事剛好就 用這個當下台階啦 可是問題是 這件事不是你布林肯自己的下台階 你等於是屈服於眾議院 屈服於美國媒體 所以眾議院跟媒體就沒完沒了 他們就要繼續玩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認為會使得布林肯來台灣 布林肯來台灣很得了 他們說錯了不是 麥卡錫來台灣 中國大陸會做出更激烈的反應 一定得做 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因為這件事情就變成是 一路就是麥卡錫玩下來的 對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更惡化了 他來訪的中方的反應 所以我才說這個才剛開始 剛開始 是剛開始 對 所以阿扁提醒賴清德 蠻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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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過去在川普執政時期 大約也有三次以上的 這些相同的行為 這氣球飄啊飄的都是 過去都有 那軍方也認為不會危害到 美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一開始才沒反應嘛 如果真的是一個有危害性的東西 以美國的能力 是不是早就可以把他給打下來 給處理下來了 沒有處理要擺那麼多天 就是因為覺得他無害 所以後來才去說他有害 那就是因為後來是因為 政治的壓力跟輿論的氛圍 不過從這我們可以看 觀察到幾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 他在平流程漂浮 大約就是在3萬公尺的高度 這高度對美國的防空系統來說 是一個很尷尬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後是被F-22戰機所擊墜的 那F-22的戰機呢 大約就是飛行在2萬公尺左右 那如果呢到了4萬公尺的話 那就屬於導彈攔截的系統 所以呢他剛好在這個3萬公尺 就為什麼有一段時間 就美國拿這個氣球沒一折 為什麼 因為真的打不到 就高空的導彈對他來說太高了 戰鬥機呢又飛不上去他這個高度 所以顯示了 就如果理論上 這個氣球上面放一些炸藥的話 那美國是拿他沒一折的 充分顯示在平流程3萬公尺 目前美國沒有一個可以攔截 或者是擊毀的這種攻擊型的武器 防衛型的武器 這是美國透過氣球展示出來的 他的防空系統的薄弱 那第二個呢是大陸的回應 他要講說未來也會採取 有類似事件也會採取相關的反制行徑 所以未來美國的任何的什麼氣球啦 或者是飛艇啊 或者任何啦 不管你到底是民用的 或者是軍用的 大陸都有充分的理由 都可以直接把它給打下來 所以到未來來說你很難講 到現在來看搞不好是大陸占到了便宜 那在第三個 就是在這一次事件當中 最關鍵我認為就是 美方的政治人物啊 向民粹妥協了 因為很明顯是在野黨來挑說嘛 然後呢認為在這件事情上 可以攻擊拜登政府太軟弱親中 就跟民進黨一樣 對吧 這個藍營只要做任何 有利於兩岸交流 或說大陸沒那麼壞 那綠營就說你看這個舔州賣台 那美國現在在野黨也是一樣的 就罵拜登 你看你怎麼那麼軟弱啊 這個球都打不下來啊 那川普就說要擊落他等等的 所以本來沒事 拜登一開始也說 我聽五角大廈講說 這個是沒什麼問題啊 一開始決定不打 那後來呢才決定 要把他給弄下來 為什麼 就是向媒體 還有向這些政客的勢力妥協 所以這些政客呢 他既會利用民粹 但是也會被民粹牽著鼻子走 那這只能顯示在未來的 這個中美關係啊 只會越來越激進 這個觀點其實在美國 很多的專家學者智庫 都有給出建議 說中美雙方要往和平方向走的 其中一個阻礙 就是美國的政客 因為他們為了一己私利 但是有可能會毀壞中美的友好關係 那最典型就是去年的裴洛西 所以就點名了 裴洛西為了自己的利益 然後就讓中美關係弄得很不好 也讓兩岸關係弄不好 所以這次也是一樣 即便他可能只是一顆尋常的氣球 就不是間諜的氣球 但是美國的政治人物呢 為了要討好民眾 要增加反華的聲量 所以就刻意的炒作 那麼最後拜登就來妥協了 那麼在第四個這個關鍵呢 就是說我認為布林肯的這一次出行 大概本來機會也不大 好 可能搞不好他自己就要放棄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先前據美方自己的媒體報導 說這次出訪大概要談三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希望啊 要能夠在俄羅斯的問題上 要讓中國大陸呢 就是稍微疏遠俄羅斯 講白了就是要離間 挑撥中俄關係 可是呢 就在大概前兩天的時候 大陸已經有一個消息了 就大陸的這個外交人員呢 也已經會見了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然後呢說中俄的這個戰略夥伴 又全面的升級了 而且預告了王毅在2月20號 還要再次出訪俄羅斯 所以對布林肯來說什麼意思呢 我本來是要去離間你們的 結果你們關係好得不得了 那我還去幹嘛呢 對吧 而且本來要談了很多事情 大概大陸也沒有同意 因為呢 這還牽涉到說 本來預計布林肯就訪華之後啊 馬上在美國內部 拜登就要進行國情諮詢 就要大談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影響 那你想對中國大陸什麼意思 哦 你這個要來之前呢 先這個敲鑼打鼓 然後又封殺華為啦 然後又封殺光科技啦 然後又開始各種的打壓 各種無理的這個謾罵啦 罵完之後呢要到我家做客 做完課了之後呢 你拜登搞不好又在那邊胡說八道一通 所以對大陸來說 本來也就沒有很稀罕你要來 很多事情都還談不攏 所以外交部才會不斷講說 沒有可以對外公告的消息 對吧 有的是應約而已 所以呢 這個布林肯就講說 你看我不來了 那大陸怎麼講 我本來也沒說要讓你來啊 我本來也沒說讓你來 你愛來不來的你家的事情 對不對 你求於我 又不是我求於你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